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而选择分床睡 那么夫妻分床睡 女人到底能够忍多久呢 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啊 咱们就一起来听听三个女人的心里话 第一位刘女士不超过三天 刘女士说自己与丈夫是青梅竹马 两个人是从相识相知相恋 最终步入了婚姻的殿堂 两个人的感情之路啊非常的顺利 虽然两个人感情很深 但是啊面对现实的生活 两个人难免会有一些争执与矛盾 若是两个人的意见不一致的话 两个人都会带有一些小情绪 选择分床睡啊也是常有的事情 不过刘女士与丈夫商量好了 发脾气不能超过三天 所以两个人很快就会和好如初 毕竟啊夫妻之间是没有隔夜愁的 第二位秦女士三年 秦女士说自己在和丈夫结婚之后 总是会因为各种各样的琐事而争吵 其中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秦女士的婆婆 因为秦女士的婆婆啊 从一开始就不怎么喜欢秦女士 在婚后更加得寸进尺 甚至啊是故意找秦女士的茶 所以啊婆媳之间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这样秦女士是很难忍受 而让秦女士的丈夫啊 非但不为秦女士说话 还说秦女士不孝顺自己的母亲 最终啊秦女士选择了与丈夫分居 截止到目前秦女士和丈夫分床睡 已经有三年的时间 第三位严女士五年 严女士之所以选择和丈夫分床睡 是因为严女士的丈夫晚上睡觉总是打呼 这样神经衰弱的严女士非常难以忍受 所以啊在严女士怀孕之后 严女士就与丈夫分床睡了 到现在已经有五年的时间 不过啊就算是两个人分床睡了那么长时间 两个人的感情依旧如此 这一点让严女士很是欣慰 以上啊就是三位女人的心里话 不知道屏幕前的您对此有什么看法和感悟呢 好了本期的节目就先到这里了 欢迎大家的留言点赞与分享